3月20日,香港警务处处长肖泽仪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在第五波疫情高峰期,有超过一成的警员染疫,在投身抗疫的同时确保能够维持社会治安,绝对是一大挑战。 警方还注重打击与疫情相关的罪案,如有任何人专门故意发放假新闻、假消息来分化警察和市民齐心抗疫,甚至煽动他人去做一些违法的行为,警方一定会果断执法。 他呼吁市民和各界将心比己、异地而处,齐心抗疫,打赢这场驿战。 肖泽仪表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香港警队是特区政府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警方于2020年1月起展开松塔行动,统筹警力,协助特区政府进行不同范畴的防疫抗疫工作。 首先就是我们做一些个案追踪办公室,在高峰期,其实我们借助了有191名的同事,在几个个案追踪办公室,帮忙去做一些追踪一些密切接触者的一些工作。 第二方面的工作,就是希望减低这个病毒传播风险的一些工作。 事实上在过去两年,比如说一些餐饮业务的场所,我们已经巡查了超过大约是三万六千次。 而一些表列处所,我们亦都巡查了超过四万二千次。 我们亦都发出了接近二千张的订压罚款通知书。 第三,我们做很多一些强检,遗风强检的工作。 我们已经派出了超过三万人次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跟着呢,帮忙去尽快将一些滞留在医院的一些围体,我们尽快将它们去运送去一些脸房。 事实上,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我们已经运送了超过一千四百具一些围体。 肖泽仪介绍,警方还十分注重打击与疫情相关的罪案等工作。 当然,我们亦都会做一些打击,一些可能是关于检疫的一些罪案的行为。 有一些人甚至乎是呈现阳性,他们都会去一些店铺继续播毒。 亦都有一些人在网上煽动去炸毁这个检测站等等。 亦都有一些诊所,诊所他们去发出一些免打针的一些证明书。 我们亦都不为余力,我们每一天,我们不同的单位都会在网上, 线上,线下去监控有没有人作出一些这样的煽动行为。 如果一有的话,我们一定会绝不手远,尽快去将它拘捕。 谈及与疫情相关的假消息和谣言的处理问题, 肖泽伊表示,对于一些违法行为,香港警方定会果断执法。 事实上,我们亦都真的在网上看到很多一些假消息, 一些谣言,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心怀不軌的人,是希望煽动一个反政府的情绪, 亦都想分化警察与市民的一个齐心抗疫。 我们不同单位在每一天,线上线下,我们亦都在监控。 一些假新闻、假消息,我们每一天,当我们看得到, 当我们尽快能够澄清那个事实,知道那个事实之外之后, 我们都是希望在两小时之内,我们尽快澄清这些新闻。 若有任何人故意去发放一些假新闻、假消息, 而是甚至去煽动他人,违反一些做一些非法的行为, 我们一定会果断执法,我们会尽快将他拘捕。 当被问及警队投入大量人力用于防疫, 是否会影响维护城市治安、国家安全等工作时, 肖泽已表示,在第五波疫情高峰期, 有超过一成的同事染上新冠肺炎, 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社会治安对警队来说是一大挑战。 每一天我们都不断检视我们的人手, 我们看我们有几多同事是因为染上新冠肺炎而不能够工作。 在人手的调配方面,我们当然做了很多工作, 包括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找了很多我们在内部做一些支援工作的同事, 包括可能是我们负责做训练的一些同事, 警察投诉科的同事等等, 我们都调配他们去前线, 去帮忙做支援工作, 去管理一些隔离的设施等等, 甚至乎将来未来我们也可能会用一些, 我们在警察训练学校的一些学警, 都会去帮忙做这些工作, 从而是希望扩大那个人手, 我们一定会确保香港的治安, 能够是维持一个稳定。 肖泽已表示, 目前香港警队适时采购和分发个人防护装备 及防疫用品给前线人员, 同时参考特区政府指引制定相关政策和推出支援措施, 以维持警队人手和专业服务。 警队目前要求每位警务人员在上班前需完成快速抗原测试检测, 人员需取得阴性结果才可上班服务市民。 肖泽已说, 疫情之下, 香港警队身处抗疫一线, 不少警队同事坚持在高风险的环境中工作, 令人感动。 我记得当日在三月头, 我们短短两小时底下, 已经有超过大约是50人, 是自愿去走到最前线去做这个工作。 那这帮同事呢, 其实他们每一天, 他们都是说要工作大约是13至14小时, 风险是相比很多人, 也都相对是高的, 但是这帮同事都能够自愿地去参与工作, 从而是令到医护或者救护员, 能够腾空多些时间去做一些更加紧急的救援工作。 在这里, 我很多谢这帮同事, 因为我也都看到个别有一些同事, 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 也都感染了新冠肺炎, 但是他们非常之正面, 当他们康复了之后, 他们已经尽快再继续去投入这个工作。 谈及未来香港警队的抗议部署, 肖泽伊表示, 如果将来有全民检测的行动, 警队会在抗议方面扩大人手, 齐心打赢抗议战。 现在我们每一天, 我们前线的同事是在返回三间的轮班工作, 但是我们可能会将他们变成, 转成两间的工作, 从而去扩大那个人手。 我曾经也去过罗马州河吐区, 在那里, 现在是一直在密罗筋骨, 在建设一个临时的一个医院, 和一个隔离的设施。 以我所知, 未来这间医院能够有超过一千个, 大约一千个床位, 而相关的隔离设施也有大约一万个。 很感谢中央的支援, 我希望香港我们也能够众志城城, 齐心一起抗议, 去希望打胜这一场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